這個之前一台可以買一台車子 對啊 你看 真的啊 你沒聽不對 一台六港灣的地方買一台汽車 不過還有看見人的 像這台來自保利維亞的沙灘大渡沖 二十萬以前掉了三百萬元 比一台高級轎車更貴 因為它那個生的維多利亞 就是高山嘛 它地方都是那種毒箱 所以要採取這個的話就很不容易 對 你只要被那些毒箱抓到 你可能就便宜 今年四十倍的一支店民社基金 被以前因為北方當時 國秀人家的學生觀察家庭的行動 因此是讓它買上家庭 如今它的收蔥 是已經有百多種一千多吃 包括世界各國的六港外 金鋸仔一起鑽仔固定 除了採集之外 就是還有一些蟲友會交換 然後還有就是 有一項一親朋好友去國外旅遊的時候 我只要知道他們要去國外 我就跟他們講說 麻煩到國外的話 如果看到標本就幫我買 任何只要是標本就可以幫我買回來 然後就是有一些就是朋友帶回來的 那有一些就是跟蟲友交換 然後有的是甲蟲店 因為台灣目前有蠻多家的甲蟲店 不論是甲蟲標本還是在家庭的環境觀察 因為熱愛的甲蟲 一隻甲蟲射資金 等於以來是頭過買賣 交換到背後 來收集國式各用的甲蟲 一隻甲蟲也有方便 也特別是兼風審 並搖車到一隻地圖書館來電燃 讓這頂級的收藏 頭過電燃的方式 讓大家這一步 實在六港外的世界各自然形態 很像那個絨毛真的 幾乎這一些蟲類幾乎都是90%以上 我們不曾看過的 應該很值得透過來跟它配合一次的一個 再展覽的這樣一個過程 讓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更喜歡接近大自然 可以更重視生命的成長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生命教學的教育 郭世郭以往安建的六角化表本 未來大家都有機會在一隻甲蟲的電燃中看到 一隻甲蟲是要寄進進一步標誌 以後年會比較大以後 如果學生沒興趣 對於中專屬的標本關乎地生中心 吉祥朱如藏寶島